台湾自清朝便开始实施气象观测 1897年起,在全台陆续建立气象战 开始收集记录台湾海岛气候的种种变化 百年来,台湾的四季都在变暖 其中以春季的变化幅度最为明显 近30年,则是冬季的气温上升较为明显 而且,冬天日数缩短 夜晚温度升高,日夜温差减少 近百年来,台湾温度上升的趋势与全球一致 但速度更快 我们跟全球暖化发生的情况是同步的 台湾从1897年到2009年,我们整个温度不断在上升 上升的幅度来比全球的平均值其实要高 几乎高了两倍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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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